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策划人 你说今天这就来了 而且你们两个跟今天说的这个事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怨怨 我觉得真是缘分 缘分 有缘千里来说 说的是什么事呢 昨天是一个人的一百诞辰 就是蒋经国先生 我听周围很多台湾朋友讲 说对于今天的台湾历史 蒋经国在历史上的作用 听他们讲的 就无论你怎么说 不管好坏 不管都不过分 最近说的特别多 而且蒋经国的故事 好像咱们一勇三叹 所以我一直留着一张 在我的小笔记本里贴着一张照片 这是你的笔记本 我只是觉得这张照片很有意思 我们给大家看看 但是这个意义要请曹老师讲 你看这照片是当年蒋经国跟人会谈 那个时候马英九应该在中间 做翻译 是他的翻译 曹老师您给解解 那个女士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那位老总 应该叫Gran 蒋经国接见他 马英九做翻译 后来在马英九的一生当中 这是他的很关键的时刻 因为就在这个场合 蒋经国他说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他们的台湾的政权的传递 不会再是蒋家 哎呦 你看我对历史很无知 特别是台湾方向的 但是呢 我对蒋经国这个人的一个突出印象 就是这个 我说他是蒋介石的儿子 怎么可能放手 在临死之前 亲手终结这个家族的威权统治 所以马英九当时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他知道历史 就此改变 就这句话开始改变 这翻译 确实我们后来看到台湾的改变就是这样 所以这张照片在马英九的办公室里面 放在镇当中的地位 你跟马英九一样 都有这张 是不是 咱们帅哥拳吗 但是呢 为什么他最后接班人 他找的是李登辉 这个很好笑对不对 就是有一次呢 大家都在讨论说 谁要终结这个奖 是王朝了 然后谁来接班了 那那个时候听说他肚子痛 可是大家又都说不出 因为谁也不敢讲说谁推起谁 因为有派系有党派嘛 然后他就忍不住 他就去蹲厕所去了 结果每个人都想打听一下小道消息 那就有的人就说 金国先生您的意思 然后他听不清楚 因为也小小声问嘛 就敲敲门 他有正在那一集 你催我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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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 李登辉 这是野史 对 野史 这很好玩 所以就不用李登辉 李登辉 但是呢 实际上那个时候 在讲金国的晚年当中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做法 就是他也知道 中美建交了 这时候以后 他可能觉得就是 整个想法要改变 国民党还要维持下去 他得本土化 所以他当时就大量的提拔了 台湾本土的一些年轻干部 当时有个歌星吧 叫崔台青 就用这个名字来做 叫崔台青 对 崔台青这个名义呢 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崔台湾的青年 把它吹起来 催生 那么这个当中出了一批 林阳港啊 什么的 包括李登辉 李登辉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呢 是 应该不是他是接班人 可能真的讲错 应该不是他是接班人 应该呢 他是有孙隐玄 但是孙隐玄中风了 孙隐玄是好人 中风了 就是他那个时候呢 还是被位 而且这个人呢 非常老实 老实到什么程度呢 他跟蒋经国 金国先生说话的时候 只坐三分之一的屁股的 那个笨 而且还有个说法 就是他儿子死了 这个人不会有太大的野心 再有个说法 他早年当过共产党 给抓过 所以也不敢造反 是不是说蒋经国 早年也当过共产党 早年蒋经国肯定就是共产党了 苏联的嘛 苏联共产党 而且娶的那个夫人 还是一位 蒋方良 一位女共 一位女共 女共 所以为什么曹老师说起来 如属家珍呢 这还有一段渊源 这有个历史人物 叫曹举云 曹举云 曹举云 父亲 我当年听说在这个两岸之间 他曾经做过这个所谓中共的特使 有这种是吧 他是不是这两岸的特使 不是为哪一方面 所以他是传递就彼此之间的媒介 也不是中共的特使 也不是台湾的 实际上他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在40年代抗战的时候 他在中央社暂地记者 他台尔庄那位采访以后 后来就到三战区 三战区就是在江西这一带 浙江这一带 那时候我妈妈要生我姐姐了 就要找个地方待 就在赶南 这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赶南就是蒋经国港 主政的地方 他还是认识了蒋经国 然后蒋经国找他 帮他一起做报纸策划 所以就因为早期的时候 那时候蒋经国来认识也不多 所以跟我父亲就关系比较密切 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从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初 到我父亲去世 那么他一直担任 因为最近我从周恩来年谱里面 都已经披露了这样的事情 那我也才可以确实的知道有这么回事 所以你看这本书算再版了 当年蒋经国论 这是曹先生的父亲 曹举仁 而且今天才输的热的 今天出啊 这是纪念100 但是要跟那个纪念没关系 人民出版社出这本书 因为也经过一段审批 或者是缘分 应该说是缘分 这是48年的版 我们给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这书里边的 这一张 这是蒋方良女士 蒋方良女士和蒋经国 他们从俄罗斯回来 对 这个是蒋介石了 蒋经国了 蒋经国蒋伟国应该是 这是当年 你看人还年轻 这是在高雄 这后来到了台湾 还是蒋介石 蒋经国 蒋伟国 这是全家福了 这是蒋经国的全家福 全家福了 蒋介石不在了 这是全家福当中的全部在 但是非常悲哀的是 这个当中的几位 都不在了 几位年纪大的都不在了 那个四个都不在了 蒋家的这个 非常非常他们的后代 那个几个很快的几年里面 就是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怎么死的这么快呢 这个就讲不出 有的说可能是 就是因为蒋家 后面不忘丁吧 甚至还会说 就是他们两个的 里面那边没有 没有落伞 的关系 因为他们是要 葬回大陆嘛 到现在还是在 桃园那边是叫 灵寂 对吧 对对 他就是搁在那边而已 我记得这是 李敖是坐过 这个国民党的牢嘛 所以他 这个李敖有话说了 还说起来 还很得意 就说这个我呀 这个革命者 比谁活得长 对吧 你我是坐过牢 但是到今天 我还活着 可是你看这个蒋家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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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到了 他们的死去 所以有些人对蒋家 不太满意嘛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就是其实就是报应啊 或者是什么 不过其实因为 每个人对历史的论断 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 金国先生 在我的印象里面 像我父亲 从小就去金国先生 我妈妈也是金国先生 这样子看着他 而且我们看到的 很多的纪录片 就是他没有 他的父亲那种跋扈 没有那个严肃 那么那么样的强势 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然后他当初在开山路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台湾的山路 曲折 有十大建设的时候 有十大建设的时候 他每到那个地方 其实都是老兵去开 然后你知道那个以前 都是硬的那种 什么花岗岩石岩那种 去扛上去 然后一根绳子掉在那 他就带了几十万台湾 那些退伍的老兵 不打仗了嘛 干嘛的 修路去 对 你知道他修了这个路 为台湾的繁荣经济 造福多少 否则那个真的是 就是爬遍千三万腿 过不去的 而且那个地质非常困难 所以他去探访老兵的时候 他自己也会爬上这个山坡 然后他会跟着老兵这样子 然后他会陪着他们哭 然后一炸三洞的时候 有很多的老兵会牺牲 因为以前的炮弹不是这么好 都是端个洞 然后塞进去 然后五四三二一跑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牺牲了很多人 他心里头觉得 非常的过意不去 就陪着哭 对 他就是经常让有感情的人 他这个受到什么呢 我觉得他受到当时在苏联的历史的影响 他跟他父亲的很大的不同就在这 他父亲 他很小的时候 十二岁 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苏联去 那时候的苏联 那个就算人质 他跟内小平是同学官 都是在那个地方 也不算人质 就送他去 因为当时蒋介石要和苏联接近 当然就把他送去学习 送去学习以后 在那个地方 他跟中共的这些 都是当时同学的好几个 那么好 有一些人后来曾为他的幕僚 也是从苏联带回来的 但是早期去的时候 他在那边开始是革命 所以他参加苏联共产党 但是后来蒋介石不是闹翻了吗 对 他就写了一封跟蒋介石绝交戏 没错 这是非常的 而且里面说 你当时怎么打我妈妈 控诉蒋介石 毛夫人 就是他是蒋介石第一个妻子的 不是宋美宁的 不是宋美宁的 那个叫毛夫人 那么他就说你怎么一脚 把我的母亲从楼上贴下来 什么都写出来 然后蒋介石应该跟他 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在之后他怎么样的情况 应该是蒋介石都不太清楚 因为中苏关系 那个时候的中苏关系就坏了 然后他在那边就经过了 那时候苏联后来搞运动了 搞脱派什么的 他好像也被整过 他给整 后来给流放到西伯利亚 所以他就下去先到工厂 先到工厂去干活 他跟夫人可能是在工厂里面认识的 他那个蒋方梁叫芬娜 她的那个俄文名 芬娜是女工 普通的女工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还到农场去 最后他差点身 伤害不是 差点死掉以后 有一个老妇人用一口汤喂了他 才把他救回来 他后来他自己都写下来 自己的那些回忆的那些东西 一去到抗战 到抗战了 中苏关系合作了 那时候苏联就告诉蒋介石 你儿子还在那边 我们把他送回来 这才回来 送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结了婚 带了一对双胞胎 所以就这一对夫妻带了两个孩子 双胞胎 混血 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都认了吗 认了 然后见他的妈妈 但是毛夫人还在 还见了毛夫人 毛夫人不久就给日本人炸死了 都去都去 然后教方良是学中文 就等于他的生母是被日本人炸死 炸死 所以当年就一块碑 蒋介石在他母亲遇害写的 以写 是他自己写的 这个人可真是够传奇的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是这个蒋经国呀 曾经有一句话 蒋您父亲 说知我者曹公也 所以曹公 曹公请允许我念两段当年曹公的话 你看他说的我没想到 他说说起来 经国也正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 莎士比亚的系哈姆雷特型 说他是热情的 却又是冷酷的 他是刚毅又决断的 却又是犹豫不决的 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 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 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 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好矛盾 这个人 对 这到底是什么 最典型的一段 就是他在上海 后来抗战胜利之后 那么他应该在国民党的政权的 各种派系当中 是不是太有地位的 江西他是自己可以做主的 但是到了抗战之后 特别是有夫人派 孔家什么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他的那个时候 就主要在集聚自己的一些力量 但是没有发挥的地方 结果他父亲交给他一件事情 就是上海金元券发行的事情 对 过去咱历史课本上看过 讲家腐败 腐败成那样 然后这个事情 就是他要去下手了 结果就促及了 就是夫人派的 就是宋美龄那边的 对 宋家的 孔家的 然后这个当中最后是以失败 失败以后 他在上海 就他在他的那个朋友的圈子里面 那是就是喝酒痛哭 他觉得自己 这个 想做的事情做不成 局面又这么差 当时国民党快输了 最后的挽救机会也没了 然后呢 就非常消沉 但是没想到 很快就打败了 打败实际上是救了奖金国 反而好 为什么呢 退到台湾以后 蒋介石可以依靠的人 没有别人了 因为其他的 不是垮了 就是 比如说各个派系的散了散了 有的已经 自己也自身难保了 所以到了台湾之后 他要当时为了 还有个另外的话 叫孙立任安 这些东西 蒋介石需要供估自己的力量 然后叫党的改组 国民党要改组 要真党 然后呢 就是推行土地改革 他们搞土改 土改 更久有期前 三七五捡租 三七捡租 它是 捡租 还有呢 就是他跟着有机台 他这样的方式 他把那个地主啊 土地多嘛 我拿日本人手里拿来的工厂 变成股份 跟你换 我把水泥厂 跟谁家换的 跟顾家换 所以现在台泥嘛 就是顾政府家族的嘛 就是你所换来的嘛 然后把地换来以后 就分掉以后 就农民的成绩 那个农民的内部的 这种阶级矛盾 就缓和一点嘛 这是跟咱共产党学的吧 学就是学的 就是共产党学的 他知道 他要总结自己输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在去台湾的路上 做军舰跟老蒋之间谈 都在探讨 为什么会输 可是那个时候 他是低姿态的 因为我们在媒体上看到 就是他在那个 蒋介石的背后 身后 他讲话永远是这样 然后就是很顺从的 你完全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有主将的人 然后是为蒋介石 把台湾的局面稳定下来 但是他有没有参与白色恐怖 蒋家威权 像台湾的什么历史商 因为形式系统是他管的 这就是一个克格勃头子 台湾的克格勃头子 我天哪 那你说对他的一生功过 这该咱这外人该怎么看呢 你说要看你站在 你是什么人 我觉得这是 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跟秀妍一边 台湾人民 秀妍一般来说 你说台湾的一般老百姓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肯定他的 对 因为后面的 就是60年代以后的建设 台湾的经济起飞 一直到他基本上保持个稳定的局面 那大家是得到实际利益的 但是呢 你要从50年代 他稳固国民党政签在那一边 那是许多人做出了付出很代价的 大陆这边的共产党的在那边给他们清洗掉的 那那个是苏以千计的 所以这个其实 那那个照片现在都公布出来 历史也公布出来 我也采访过那些左派的政治办 那也是一类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本土的 他为了巩固的 那么现在民进党当时现在做文章的 从二十八开始的许多 那个也是从那个角度 就是觉得你们集权的时候 但是呢 我倒比较赞同像那个就是蒋方志仪啊 就是那个蒋孝勇的 他的儿媳妇 蒋经过儿媳妇的一个方法 我就问他 这次不是蒋介石的那个宗正纪念堂 要重新 马英九说要功过并成 有功有过 马英九就认为也有过 那蒋方志仪说 他说实际上无所谓功过并成 你就把事实摆出来 功过是每个人自己来定 对对对对 不过现在也有人认为就是说 其实马英九这样的推崇蒋经过 然后在这样子的大肆讲他 这么多的故事的时候 有点造神运动 所以他们其实希望就是说 用一个很平和的态度 去看他曾经有过的建设 但是也看他曾经发生过的事 但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倒是认为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时候 他至少在他的管辖之内 没有什么盗匪猖獗啊 没有什么这些 就是社会事件反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管达严格 没有黑金 没有黑金 对 抓贪腐 国民党不是都说黑金吗 国民党黑金 李登辉开始的 蒋经国的时候谁敢啊 而且他自己都很朴素啊 谁敢和商人结束 和勾结一起啊 那是 所以关键坏的 蒋经国天天那时候上厕所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相见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秀源还是秀源啊 那蒋经国的败运 你还这样子吗 我只是很好奇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 其实蒋先生是非常爱他夫人 就是蒋方良女士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上个星期 我的有一本书的访问 就是他常常会在武昌街 有一个俄罗斯的小馆子 那里面做俄罗斯的软糖 他没事就派司机 去帮蒋方良女士 去搞一些软糖 还有俄国的这个鱼 然后鱼洞 对对 他非常好 他就是专门的外遇 你比较八卦 对 外遇呢 他那个外遇 就是在江西时期的 没有这个外遇 就没有现在我们的 老师叫张孝岩 后来蒋孝岩 那种一队双胞胎嘛 有意思 他在俄罗斯的夫人 也是双胞胎第一胎 他跟张亚若 也是双胞胎 双将啊 是吧 然后张孝岩和张孝慈 这对兄弟 就是他的那个外遇 那个张亚若的那个生的 那么这是个悬案 要谈起来就很长很长了 但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就是现在历史是公认 有这一段历史的 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 中国的婚姻关系 也并不是太 就是说 没错 你比如说他父亲 也是一父多亲 对对对 你看孙中山先生 那么就是蒋介石 本身就是一父多亲 所以对他来说 当时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张亚若是他身边的一个 他们叫干部 他叫干部年轻干部 然后生了 就是他们好上以后 后来怀孕以后 就送到桂林去生了 就后来没多久 生了孩子以后 张亚若就莫名其妙去世了 到现在还是 这个有很多的传说 传说 这个疑团 但是还有一点 文涛派案 咱从历史上讲 最后他这个开放党金报金 而且是选择 就人之将死了 哗 我给你留这么一结尾 我觉得这个是 开放党金报金 跟还有一个 叫开放老兵探访 那个我很感动 都是他开的 对 差不多同时 我觉得他 他是左右两个手都在动 但是不是说 他要死了 他在动 他没想到自己 会这么快就死 他还是作为一个 当时的一个决策 一个重要的 就是开放老兵 因为他那些老兵 那时候跟着他的一起过来 包括已经修完公路了 想回去 就是他也看到了那些照片 看到什么时候 他就跟 年纪大了 感觉也多 跟那些身边的人商量以后 觉得就是开放 同时他就开放党金报金的 实际上是开放本土化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在中美尖叫之后 对台湾的冲击非常之大 这是我们在大陆的人 是难以想象的 对 这件事情就是天要擦下来的感觉 那么我们怎么生存下去 然后蒋经国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跟刚才那句话差不多的开头 就是说我也是台湾人 哦 这个意思呢 就是包括我讲他们提拔台湾青年干部 等等都是那个系列 那么台湾的党内就开始出现了 一股叫党外的势力 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之后 那个党外势力就很厉害 我们说美丽岛世界啊 那些那个那个 现在的这些陈水扁 这些都被那边的人起来的 许新亮也那边起来的 李瑶那是比较早期 跟他国民党斗的 后面斗的人 就是后来的民进党了 就这样 那个时候就起来了 那么国际上的 像美国实际上也在支持他们 有一部人也在支持这种 所以他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你再按照原来老蒋的 那个方式弄下去 弄不下去了 哦 弄不下去 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行事了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比如说像桃园选县 先现场那个 那个实际上 选上以后 把它弄掉以后 整个就暴乱 接下来问题 所以他还是聪明的 他其实时刻都在运动 实时务者啊 我也在 同时好像还是算一个性情动力 对 他其实蛮感性的 而且开时尚嘛 穿夹克什么 说台湾里哪 没关系